祖山国小发展特色课程成立了布袋系社团 带领孩子体验传统艺术表演文化 并进了认识地方历史 学校的特色课程有一个布袋系的一个社团 那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的体验理解 然后尊重不同的文化 然后到最后能够达到一个保护川城文化的一个目的 那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给小朋友一个展出的一个机会 那希望透过展出更能加强他们的信心 那也能够说把这个学校特色课程的部分 推广到更多的小朋友的一个心中 那这个文化传承的种子在心中产出之后呢 我想以后呢会有更多小朋友有兴趣的参与这个社团 布袋系社团的成立吸引了许多孩子加入 在整个学期都透过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各式记忆 而在学期末时也准备了一场 嘉庆军校游台湾的故事展现学期成果 从小到大我都在看这个长大的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回忆叫什么 荤秋代如鸟 有没有实验文大战长进了 然后我小时候就看这个看到长大了 因为这样我才开始想学布袋系 我们是从上一学期练到这一学期 嘉庆军校游台湾 关于珠山的故事 然后跟珠山有关 因为那个 然后你们会讲到珠山的特产 还有很多美人招进山之类的很多东西 学校成立布袋系社团的用心 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肯定 感谢校方为孩子成长所做的规划 看到同学们的精彩的演出 因为为了今天这一天 他们不断的练习排演 就是为了把最完美的一课呈现给我们 也感谢布袋系前辈老师们 结合学校 让同学们了解 接触布袋系 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得到兴趣 这样以来即使时代变迁 也会传统记忆 也会永续传承 先愿参门而感谢校方 办出的用心 让孩子多元学习 也期待日后有机会 孩子们也能够前往阵上来做演出 医长和正芳肯定校方办学的用心 也相信透过这样特色社团的规划 除了让孩子认识历史 更能够将传统艺术表演文化 持续来做传承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